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社交平台巨头微博 传说的遭到美国证监会 列入到外国公司问责法暂定清单 引发了在美国退市的隐忧 微博必须要在4月13号之前 向SEC来提供证据 证明自己不具备被摘牌的条件 此外中方监管机构 据报已经要求百度、京东、阿里巴巴等 多家在美上市公司 做好向美方披露审计资讯的准备 此举是否预示着 中国为了要避免步入到俄罗斯 遭遇到经济制裁的后尘 而正对美国做出某种妥协的姿态呢 综合媒体报导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即8号将百基神州 百胜中国 在顶医药、盛美半导体、 何黄医药等5家中国公司 列入到外国公司问责法 暂定清单之后 23号再度点名微博 成为了这份清单上 第6家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 根据SEC网站发布的公告 被列入到暂定清单的企业 如果认为认定错误 可以在15个工作日内跟SEC联系 并且提供证据 根据报导 微博可以在4月13号前来提交证据 证明SEC的认定错误 另一方面 前述5家中国企业 则要在3月29号之前提交证据 受到这项消息的影响 微博在美股的股价受到波动 一度大跌10.1% 最终小幅收低0.6% 对此 中国证监会曾经在第一时间回应表示 增重境外监管机构 为了提高上市公司财务讯息质量 加强对相关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 但是坚决反对一些势力 将证券监管政治化的错误做法 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于本月16号召开的专题会议当中也表示 目前中美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 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正在致力于形成具体合作方案 不过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路透报道 中国监管部门已经要求百度 京东阿里巴巴等在美上市公司 做好向美方披露更多审计资讯的准备 包括了他们前一个财年的审计文件 北京当局也在考虑 允许美国监管机构检查一些不收集 敏感性资料的中国公司的审计工作文件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日前主持的国务院金融委的一场会议 新华社报导会议当中提到了中概股时说 目前美中监管机构正致力于形成具体合作方案 中国政府继续地支援各类企业到境外上市 有舆论认为中国的金融委会议专门讨论 中概股问题实属罕见 表明了美中两国近期很有可能会在审计监管合作方面来达成公事 对此经济学者李恒卿表示 中国政府之所以在审计问题上面做出一些让步 是因为这些中期面临到的风险跟代价相当的大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有220多家 他们的总市值达到了2万多亿美元 一旦这些公司最后退市 对美国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损失 但是对这些中期来说是更大的损失 美国国会2020年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 法案规定如果外国公司连续三年 没有办法通过美国监管机构的财务审查 就将会面临到退出美国证券交易市场的风险 不过专家学者对于情况却不太乐观 最后财经报道 亚洲公司治理协会秘书长杰米·艾伦表示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可能会在未来2到3年之内退市 因为双方对于可能因为不符合审计规范 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从纽约下市 这个僵局还没有解决 杰米·艾伦指出目前似乎没有很大的动机让中国妥协 美国似乎也不想要妥协 因此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或许将在几年之后开始退市 他进一步的分析 目前双方正在进行一些讨论 但是这些讨论已经循环很长的时间 除非这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否则2到3年之内就会开始看到中期的退市潮 俄罗斯反击欧美国家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宣布 对不友善国家的天然气交易将引入布来解散 相关的消息传出之后 23号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创下了2月以来的最高价 纵横媒体报道 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报道 普京表示俄罗斯将拒绝不友善国家 接受以美元跟欧元等 损害自身利益的货币来支付天然气的供应 并且将改为以卢布来支付 但是由于有一些调整会影响到支付的货币 俄罗斯政府跟央行有一周的时间 来想出如何将这些操作 转为由卢布解散的解决方案 消息一出 23号卢布对美元上涨的6% 收在97.735对一美元 盘中占上的94.9875对一美元 创下了3月2号以来的盘中新高价 在EBS平台上 卢布收涨了8.8% 报96.5对一美元 两个收盘价都创下了2月来的新高 但是俄国在入侵乌克兰之后 受到国际严厉的制裁 今年以来卢布仍然下跌超过22% 另外卢布对欧元也上涨了6% 报108.01对一欧元 同时欧洲天然气价格也立刻上涨 不过仍然低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后几天内创下的高点 此外布伦特原油期会也上涨了5% 达到了每桶120美元以上 不过由于目前全球大宗商品交易 都是以美元进行 少部分是欧元 现在尚不清楚俄罗斯要如何迫使 其最大的客户改变 而且在西方制裁以及俄罗斯实施资本管制 防止资金外逃之下 西方公共事业采购卢布也是有困难的 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 批评普京的要求违反了合约 俄罗斯天然气的其他买家也赞同这一点 对此英国调查公司 凯头宏观经济学家皮奇认为 俄罗斯当局似乎想要借由要求 国外的天然气买家 使用卢布交易来向西方国家施压 同时也可以为卢布的价值带来支撑 但是挪威瑞兹德能源咨询公司 高级分析师罗曼诺表示 俄罗斯此举可能会适得其反 如果坚持以卢布支付 可能会让买家有理由重新修改合约 更会加快这些客户 从俄罗斯天然气当中退出的速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人峰会前夕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 23号在布鲁塞尔类似记者会上表示 北约组织呼吁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发动战争 并指控中国给俄罗斯政治的支持 散布满天大谎 法管报道 北约组织24号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 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已经持续一个月的入侵行动 再次的来商讨对策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 23号在记者会上介绍了北约组织 将向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 跟斯洛伐克增加战术部署 以及防范核武攻击的部署情况 他同时指责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政治的支持 包括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传播谎言跟假新闻 以及可能向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提供物资支援 他预期北约领导人峰会将会呼吁中国 不要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为 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起来呼吁立即停止战争 自俄罗斯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入侵行动以来 中国始终拒绝指称这一次的行动为战争或者是入侵 中国虽然在联合国呼吁俄罗斯停止军事行动的决议案表决时 投出了弃权票 但是这种表面的中立不时表现出实际的偏颇 中国已再批评西方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行动 但是从未谴责过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2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 更明确地反对年底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 非正式峰会活动排除俄罗斯 日前美国总统的国安顾问沙利文22号曾经提到 11月举行的G20集团峰会驱逐俄罗斯的可能性 对此汪文斌23号就表示 G20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俄罗斯是重要的成员 任何成员国都无权驱逐另外一名成员国 乌尔冲突持续 国际对俄罗斯祭出经济外交制裁 莫斯科也不甘示弱的反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23号 收到了列为不受欢迎人物的外交官清单 此举一次在回忆美国驱逐俄罗斯驻联合国人员 中和媒体报道国际传承设报道 俄罗斯23号向美国宣布将驱逐 为书不明的美国外交官 以回应美国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 报道指出 俄方已经非常坚定地告知美方 美国任何针对俄罗斯的敌意行为 将会引发股断跟相称的回应 根据了解华府二月的时候表示 据国安疑虑将驱逐驻纽约联合国使 结团的12名俄罗斯外交官 之后又宣布将驱逐另外一名俄罗斯驻联合国人员 表示这名雇员是间谍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证实消息 他说这是俄罗斯最新一次无异于双边关系 而且徒劳无功的举动 比起以往 现在至关重要的是 美国安置了必要的外交人员 以利政府间的沟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或者是国际传承社 都为具体说明有多少人受到波及 或者是他们何时必须要离境 另外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 则宣布减少国内的乌克兰外交官人数 避免这些人员的非外交活动 理由是基辅干涉自己的内政 据了解白俄罗斯目前只剩下乌克兰大使 跟四名牧两外交官 可以继续在明斯克工作 而大使馆目前有20多名的工作人员 白俄罗斯也在关闭其他乌克兰的领事馆 表示由于实际上已经没有多余的工作 将关闭西部城市布雷斯特的乌克兰领事馆 对此白俄罗斯外交部番人格拉斯表示 早在俄罗斯开始军事行动之后 白俄罗斯就已经从乌克兰撤出了所有的外交人员 他说自2020年以来 白俄罗斯目睹了乌克兰的许多不友好行为 不负责任的破坏白俄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商业联络等事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